AI的最有名的那個畫圖 AI就是Mid-genery 我只有寫一個英文字叫做Rawes 玫瑰 那它就把我畫成這四斗 那它剛開始形成 形成的時候這四斗玫瑰朦朧朧 那慢慢慢慢慢慢 結果它會完成百分之六十三 百分之九十二一百 然後它寫一個Fast 那我如果來畫玫瑰 我畫不是這個 但是這個是我指令Mid-genery 就是只用人工智能幫我畫玫瑰 所以這是一個 那如果文字 我昨天就寫一個關鍵字 文物展科 胚胎快篩 試管嬰兒 已經生過白髮症女兒 然後 胚胎快篩 生吃健康寶寶 然後我下一個指令 我叫那個 AI寫說 寫一篇記者稿 結果它寫出來的記者稿 我覺得不比人寫的還差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驚訝的發現 跟驚慌的發現 什麼概念 就是說 我已經有記者朋友在跟我反映說 他們的老闆 畫圖的部分已經用AI 他認為他的老闆有一天 文字的部分也會 文字的部分用AI 那就不用記者了 所以到底在AI下面 我們需不需要擔心 恐慌我的工作不見了 AI到底會不會期待人 我暫定接著想 不會 絕對不會 但是 下面這句話非常聽好了 會使用AI的人 會幹掉不會AI的人 你要趕快擁抱AI 你要趕快去熟悉 那現在在網路上 你垂手可得的就是 Chat GPT 是文字的部分 那有關圖像的部分 Mid-genery 不過Mid-genery 前面25個形成圖的 是不用剪的 第26個要錢 那我有 我有賬密 我有付款 所以如果說大家要去 Try Mid-genery 也可以跟我要賬密 趕快進入AI的世界 這個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 而是你十年之後 你還有沒有工作的問題 不是開玩笑的 你要熟悉什麼叫AI 你不要排斥 那我們醫學裡面 環視影像的 比如說S光 皮膚科 眼科 眼底判讀 或者是比如說 長庚最近不是有個眼底鏡就可以 看著眼鏡就可以幫你算病嗎 好像中醫把脈就可以算病 它那個用的也是AI 所以AI進入各個 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是無可避免的 也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因為可以節省很多重複性的工作 那AI可以輔助你 做出很快的決策 正確的 比較接近正確的決策 但它沒辦法取代你的靈魂 它沒有取代你的美感 它沒辦法取代你的智慧 沒辦法 所以人類的智慧還是會管制AI 雖然Elon Musk說 以前發現黑洞的那個 英國那個 號稱 只比 愛因斯坦一樣聰明的那個 Hopkins 英國的那個 William Hopkins 倩巧大寫那個 他們認為人類智慧會幹掉人類 曾經有過一個人這樣問Chap GBT 請問新加坡人口多少 它寫7500萬 我們台灣2300萬 新加坡怎麼可能 那麼小的地方 實在是7500萬 再問一次Chap GBT 怎麼可能7500萬 那Chap GBT 接下來是改口說 啊錯錯了 750萬 那這個有兩個可能 AI 它知道是750萬 它要騙你 這是很恐怖的 AI已經會騙人類了 那這樣子的話 會有幾種很恐怖的效應發生 就是它會不會被利用為 所謂的認知作戰 比如說某兩個國家有政治上的操作 它是可以利用Chap GBT去 因為你不要以為Chap GBT的答案就對了 有個記者就問 請問在中美競爭下 結果Chap GBT就引用了拜登說某一段話 結果記者就去認真查 拜登壓根就沒有說過這句話 所以你用Chap GBT 你要再去確認一下 到底它講的對不對 像比如說 我剛才講的那個 司管銀河的那個新聞稿 它寫今天博恩副產科發表 我沒有啊 我今天沒有發表 所以這是謊話 所以Chap GBT Chap GBT講錯了 到底是故意講錯要騙你呢 還是它真的是還不到記事到位